我們每個禮拜都宣讀這個年度的意象 这里说应当趁着有光行走 免得黑暗临到你们 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看得见黑暗的临到 在约翰八章十二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我们和弟兄们们常说 生命的光就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心 看得懂外在的环境是怎么回事 以至于让自己能够活得很好 活得很满意 这是智慧的心 也就是生命的光 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环境 其实是充满了艰难 也可以说叫做黑暗 所以这个礼拜大概许多人都被南台湾的水灾 所震惊了 其实台湾的水灾只不过是世界普遍现象的一个小角落而已 全世界都如此 我们知道前几次我和大家讲 你看日本 韩国 你看美国 看欧洲 看澳洲 这些都是什么呢 都是强盛而且科学昌明的国家 每一个国家也包括中国大陆 瑞典 瑞典的人均收入很高 但瑞典最近到处都是山火 他们因为从来没有碰到这种森林失火 所以他们放了手脚 在全世界在求助 我们也知道像最近天天都有大大小小的地震 其实这些像这个礼拜 当南部发生这个水灾的时候 我心中是一个无奈的警讯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日本 看到韩国 前些日子我们会不会有人在庆幸着说 台湾都闪过去了 那这一次也不是台湾 就是一个热带星期 那我们在看到那些地方的那些灾变 我们这一次生活在北部都没事 那如果什么事情 那些你看到的 听到的 那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 那个时候你有把握让自己活好吗 或者是你有没有把握 你不会遭遇到这些事 这个有人跟我讲没把握 我告诉你有把握 但是你要有把握 不是我 这个事情你要了解它很多事情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 就全世界而言有人说 这个是一个被咒诅的世代 二十一世纪科学不断地发展 但是灾难也越来越普遍 那其实我不知道和弟兄没有讲过多少次 大概在教会里边 每个礼拜中心来听信息的 你对于这些事情不会觉得很讶异 因为它只会越来越强烈 这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说的 所以其实 这个一切的问题之所以发生 它并不是无因而花的 如果我们常说听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那反正该来的总会来 我们也无计可施 那我讲什么都是多余的 对吗 但是如果你了解到一切的困难 一切的灾难 它的真正发生的原因 那么我们就会有办法 就会如果愿意的话 就会知道怎么去面对 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经营好自己的安全的环境 好像我们常常说到这个经济上面 或者是在社会的商业上面 常常有人流行那句话 说再坏的时机也有赚钱的人 如果说是世界发生了 比方说像全世界性的灾难 会不会有人存留下来呢 还是会有的 在任何一种困难的环境里 它都会有一些人 他知道如何去保全自己 好好的活下去 我先跟你讲这么一句话 那么你需要有什么样的知识呢 最基本的 首先就要对环境和对自我 要有一种准确的认知 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奇应文 它的一个重点 第一句说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然后呢 所以地虽改变 山虽摇动到海心 那这是我们现在所碰到的情形 其中的水虽然喷轰翻腾 山虽因海藏而颤抖 我们也不害怕 在诗篇第九十一篇 也说到相同的情形 千人扑倒在我们的面前 万人扑倒在我们的右边 我们也不害怕 那你必须要有一道河 这是生命河 有神的城 这城是至高者的所在 我们在这里称为城上城 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宣告 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但是第一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第七节说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然后在第十一节 万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讲解这一篇诗篇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世界是会有很大的欢腾的 但是耶和华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知道怎么应用 怎么躲避吗 环境 时代 空间 其实它是客观的会 在有一种大势所趋的状况底下 正在演变 而我们是一个有真正信仰的人 我跟你讲一个关键 关键的关键就是你要信的对 要信的好 要信的完全 要把握信仰的能力 常常和大家说的 这个世界 其实背后是有一种属灵的权势 前几天水灾中元节的前日 许多人在看这些现象的时候 其实在各个地方都会感觉到 有一些地方的权势 这两天人们在普渡 那些事情也不是完全不真实的 其实它有它的作用 在表面现象背后是有一种权势的 而这个时代 甚至于过了今年的明年 明年过后的后年 大概还有几年 只会越来越艰难 明白吗 所以有人说这个时代是被咒诅的时代 那么如果要改变环境 享受平安 就需要什么 了解 形成这个咒诅 它的时代因素 并且寻求一种能力 叫做把咒诅 化为祝福的能力 这是上帝给予我们的 基督徒的信仰的能力 神的大能 并不是很强烈的去 很强烈的去破坏 去改变什么事情 而是潜移默化的一种能量的改变 我们可以使咒诅 变成祝福的 但是你得了解什么是咒诅 什么是祝福 如果你真正要应用信仰的能力 那么对于圣经的话 要有准确的理解 常常说的 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 请和我念一下好了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有世界的命运 世界有世界的大势所趋 你如果要平安 你要在主的里面 在基督的里面 那么你在他里面吗 你的依据是什么 他有很多种层次的知识 但是有一种东西 更要紧的就是真正的信念 和信心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已经 有很具体的把握 说我虽然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但是我确实有确据 说我在主里面 那这是好的 但是你如果没有把握 没有确据 没有真知识 有些时候你会偏离 明白吗 偏离好像这是一个安全的堡垒 安全的无形的保护罩 但是你看不见 不知道它的界限 你跑出去就不在保护里了 所以这个界限是什么 要弄清楚 所以我们要和弟兄姊妹 来讨论的是 究竟这个咒诅 我说这是一个咒诅的时代 但这个咒诅的诠释 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是什么 怎么样运作 我们如何能够去化解 并且改变 化咒诅为祝福 当然我们很清楚的 像马太福音八章十三节 耶稣对白护掌说的 或者是九章二十九节 耶稣对那两个瞎眼的 能够看见的人说的 都照着你们的信 为你们成全 真正的重点 人生的成败得失 的关键就在于 你要如何来改变 自己的信心 我在很真诚的 和弟兄姊妹说这么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把今天的信息 一直不露 好好的听了 然后呢 确实的听懂 确实用出来 那么你会把握 非常奇妙的 一种知识 和能力 可以使你 在未来的日子 能够使自己安全 也使你身边的人安全 也使你身边的人安全 所以我们做一个祷告 绝书 结束仆人把自己和亲爱的弟兄姊妹 再一次交托你 主啊 我们知道 你今天所给仆人的话 让仆人可以和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 来分享 我们是圣余的民 你要给我们无限的祝福 也就求你 按着你的应许 使我们有一些人 能够真正得着救恩的奥秘 以及救恩的应许 让我们能够靠着那加过我力量的 环事都能做 让我们生命里边 有那真正的属天的 属灵的 莫大的能力 充满在我们当中 可以使我们改变自己的人生 也能够改变周遭许多人的环境和人生 谢谢你听仆人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今天所读的这几段的经文 那么在第十三节 犹大家和以色列家 这是犹大家 犹大就是什么 赞美的 以色列家呢 以色列家指的就是神的儿女 你们从前在列国中 怎样成为可咒诅的 照样我要拯救你们 使你们称为有福的 小字说 使你们叫人得福 那其实 这个具体的一句话 就是 你不是被祝福 而是成为祝福 自己就是一个祝福 这是基督徒福音的 能力和能量 所以我们在时间里 在状况里可以改变 在第十一节说 但如今我要带着圣余的名 这前面有他的 如今是说有一种时间的改变 有一种状况的改变 使得咒诅变成祝福 所以我们今天 从这三节 要和弟兄弟妹讲 咒诅的客观存在 我们要认识咒诅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们要去领受 祝福的应许 使我们能够应用祝福的能力 把例如我们环境上面 命运里边 或人际关系里边 一些不好的事情 甚至于我们身体里边的 一些这个负面的因素 和负面的状态 简单说就是生病了吧 都使它能够变化 基督徒本来就是要更新变化的 只是你要如何去掌握 变化的能力 那么这是需要去理解的 认真的说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要确实的实践 所以咒诅的存在 是让我们知道 罪恶痛苦的现象 以及它的根源 祝福的应许 是要让圣民属神的人的 归回 归回就是改变 它的盼望以及道路 那么实践我们知道 就是原则与欢化 这是基督徒改变人生的神奇能力 我是里边有几个信息要讲 这应该是第一个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 继续的和弟兄们来分享 所以第十一节说 但如今我神对待这剩余的人 必不像从前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所说的 在这三节经文里边 其实我要对应在 这个第十四节 这是一到 这是十一到十三节 其实我今天会用到整章 那么在十四节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列主惹我发怒的时候 我怎样定义降祸 并不后悔 十五节到十七节 看得见吗 和我念好不好 现在我照样定义 斯恩与耶路和犹大家 你们不要惧怕 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 个人与灵色说成 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 使人和睦 谁都不可心里谋害灵色 也不可喜爱其假事 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 耶和华所说的 那么在这里 这里我会一节一节的来对应的说 那么但如今 这是讲到从前的时候 也就是圣经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讲一句话叫做 天怒人怨 积蓄了神的愤怒 上甘天怒 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灾祸 发生在世界上 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那么它的根源 其实我们也很容易知道 所谓的咒诅的现象 其实你会看到有些时候 一个人在一个公司里面上班 那也许他表现得很好 或者是被他的上师所器重 然后就被人家嫉妒 那有些人就在背后 就是咒诅他 或者是有一些人 得罪了人 莫名其妙地被咒诅 那其实咒诅是带着敌意 也产生恐惧的 有一句话说 不招人计是庸财 其实我也想要和 我看你听说一句话 这个 招人计 太招人计 是庸财 不招人计是 这个 不招人计是庸财 太招人计是蠢财 应该这么讲 因为你活得太暴露了 那么老是太率性而为 把身边人得罪了自己都不知道 其实这个 太招人计是蠢财 这是我自己过去的现象 我希望现在越来越避免 落入这样的困难里 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够 不会把自己放在那个光景当中 那个光景其实是很可怕的 那么 其实我们要知道的是 一切的咒诅 人的言语 是带着很大的 这个破坏力和伤害力的 这我们常在说 应该不用讲太多 这个人里边的恶意 发出来的 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三十三节 到三十五节 主耶稣说 你们以为树好 果子也好 树坏果子也坏 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 那这里讲的树是生命树 什么树 什么是生命树 我们这个人 在圣经的预表就是一个树 而你如果是好人 就讲好话 你如果坏人 所谓的坏人 就是自己坏了 也使别人被破坏 讲一些污秽的话 攻击的话 伤害的话 刻薄的话 那这些我们就不用太多的去叙述 三十四节说 这叫做毒蛇的种类 你们既是恶人 只能说出好话呢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 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 就发出恶来 人 其实每一个人里边有善有恶 有的人善比较多 恶比较少 你很好的人也会讲坏话 对吧 当他讲坏话的时候 听到他讲坏话的人 他就坏人了 对他而言就是坏人了 很坏的人 当他讲好话出来的时候 接受的人就是好人了 那我们如何 接下来就说 上帝是按着我们口中的每一句话 在定我们为义 或者定我们为义有罪 我们的一生的果子 就是我们的言语 你里边没有存在很多的恩典 很多的祝福 很多的智慧 讲不出好话的 以为自己讲的 以为讲得很聪明 别人听起来却很 非常刻薄 非常有伤害 对不对 那这是言语的力量 我们常常知道 但是言语如果带着攻击 直接的攻击 那个就是凶恶 那么如果在背后所讲的 那个就叫咒诅 这个世界是因为有许多人 生命里边存着咒诅 所以人们活在其中 都处在一种受伤的光景之中 所以诗篇 六十四篇的第一节到第四节 神啊我哀叹的时候 求你听我的声音 求你保护我的性命 不受仇敌的惊恐 因为人们的言语 实在是非常凶恶 第二节说 你把我隐藏 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暗谋 和作孽之人的扰乱 他们磨蛇如刀 发出恶毒的言语 好像笔准了的剑 要暗地射完全人 他们忽然射他并不惧怕 那么这个是讲到咒诅 我要和听说 其实咒诅 一个人口中如果 发出咒诅 或者心中发出恶念的时候 在圣经所说的是 归类于毒蛇的种类 那么等一下我们 可以更多地去连接到 圣经给我们的 一系列的启示 但是这样的话语 圣经也称它为 地狱点着的轮子 雅各书第三章的第五节 第六节 这样舌头在白体中 也是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 看哪最小的火 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 舌头是个什么 罪恶的世界 能污秽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狱点着的 其实人是这样子 有些时候我们心里边 有很多思想念头 在里边翻滚的时候 我们自己知道 然后如果说 我们没有让它 发微言语 没有讲给人听 过一段时间 也许我们发现 这是一个误会 也许事过境迁 我们就忘记了 那么那个对我们而言 不会把我们造成 不会造成不好的后果 一旦讲出来给人听 讲出来给许多人听了 那我们就被那个话绑住了 好像上了一个车子 那个车子要向哪 把你向哪带 你没有办法挣扎的 所以这里是舌头 能够把生命的轮子 轮子我们讲轮回轮转 你要向善向恶 其实都被自己的言语带着走 这样明白吗 所以如果是你善用它的话 能够把自己 从地狱里面带出来 恶用的话 就会把自己带下地狱里去 今天因为这些主题 都不是讲这些 所以让我们知道 一下就好了 因为咒诅是有它的根源的 那么根源就造成了 各样的猜忌和纷争 圣经有一个解经法 叫做首次提及 第一次提到 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的第十四节 耶和华神对蛇说 你既然做了这事 就必受咒诅 那么其实这个故事 我想我们都熟悉对吧 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 伊甸园的时候 讲到蛇去诱惑了女人 那女人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然后就能够分别善恶 然后就看见自己的羞耻 也看见丈夫和别人的 就开始起了一种论断的心 然后就躲起来了 在这个第八节说 天起了凉风 那么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 本来人和神见面是很快乐的事 那人和他的气势 外面也没有什么改变 只是看见自己赤身露体 然后就藏在园里边树木中 去躲避神的面 那么耶和华神呼喊那人 对他说你在哪里 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害怕 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长了 那然后呢 其实开始对自己 有一些自我的论断 觉得说赤身露体 或者什么样的情形是不好的 因此就和上帝隔离躲藏了 一个人开始会和别人躲藏 不敢见神 那么其实问题就产生了 然后这里边 这个第十三节 耶和华对女人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女人说那蛇诱惑了我 我就吃了 那么耶和华神对蛇说 你做这事就必受咒诅 然后在第十六节以下 又对女人说 我必多多加征你怀胎的苦楚 你生产的儿女必多受苦楚 那么第十七节说 又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其实的话 吃了我所呼呼你 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你必终身劳苦 才能从地得吃的 地必给你长荆棘和吉利 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 因为蔡树啊 因为你必汗流满面材的福口 直到你归了土 那么这个 人类这是十足的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呢 它的隐喻性 是大过于事实的描述 事件的描述 是有很多的启示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故事有蛇的介入 就所谓的毒蛇的种类 就是有一些分化的 有一些使人产生疑惑的话 然后造成他们的 对自己的状态的怀疑 对上帝的怀疑 彼此的埋怨 这个埋怨 这两个字是很有意思的 等一下 我会和弟兄弟们再说 所以产生怀疑 就是一切的恶意 和咒诅的根 人和人之间能够彼此信任 我们的信是因为 对神的信 那么如果说 我们对神没有办法信 我们对所有的环境 任何一件事情 任何事情发生 我们都可以有不满意 那么一旦有了不满意 你就会发出埋怨 那埋怨呢 如果强烈一点 就变成咒诅 咒诅 我们说人的嘴是有毒的 有许多时候 这个咒诅是带着 很强烈的力量 所以从圣经给我们的 给我们的这种 隐喻性的启示 让我们知道 其实人在基因里边 就有这种论断的 或者咒诅的本能 而这个咒诅会带来 非常大的伤害 像这个列王纪上帝 十九章讲一个故事 就是以利亚 他胜过了许多巴黎的先知 那个亚哈王就告诉了耶喜别 那耶喜别就间接地 转一句话对这个以利亚说 我若不使你的性命 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 愿神明重重地降华于我 这是一种笃咒 也就是咒诅 然后把这个 把以利亚夏德 连夜狂奔 跑到罗腾树下去求死 最近在屏东 有一个女的议员 她去接收一些 智能不足的人 在照顾他们 那个地方他们取名叫罗腾园 就是这个罗腾树下 其实那个议员行为也有点特殊 他是有善行 但是有些时候里边也存着一些论断攻击 其实这都是造成死亡的因素 这不是我要讲的 是多讲的了 我们要和地方那边说 今天没有打算举太多的例子 总而言之 咒诅是真正带着能量的 在全世界的范围里边 许许多多的人 用一些比较邪恶一点的叫法术 或者是有人有一些怨念 对你抱着怨念 对你抱着执念 那很强烈的在背后咒诅你 都会造成你很大的影响 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 如果有弟兄向你怀愿 你要去跟他和好 你再来献礼物 或者你会受到那种人的怨念的影响 整个世界的宇宙的运作 其实是和人的思想 人的意念是习义相关的 这个在科学上面 是越来越被证实了 所以就像约束亚记第六章 讲到这个约束亚 他攻破了耶利哥城的时候 他这个二十六节说 当时约束亚叫众人启示 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 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 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 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 然后在列王记十六章 刚才我们读的是十九章 十六章三十四节 亚哈在位的时候 有伯特利人西伊勒 重修耶利哥城 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 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 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 约束亚所说的话 我只是圣经举一个 很多这个例子 告诉你说一件事情 人的咒诅 它真的带着一种能量 明白吗 那别人来的给我们的影响是小的 如果我们花出去的咒诅呢 那你一方面去伤害到别人 一方面去伤害到自己 伤害到别人 也许它是很间接的 很遥远的 如果自己对别人 在存着咒诅的心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你一定会自己付出代价 怎么说明白吗 所以我们知道咒诅的事情 上帝要改变我们 但如今这圣余的民 不要像从前一样 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 就撒平安的种子 葡萄树必结果子 地必有秃产 天也必降甘露 我要使这圣余的民 享受这一切的福 这个葡萄树是指生命 那么地是我们所服侍的 要从天赐下他的启示 和他的恩典 这是上帝应许我们要蒙福的 我们说对应于第十五节 十五节说 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给耶路撒冷 和犹大家 你们不要惧怕 那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外在的很多现象 当神的救恩临到于我们 而且我们能够好好的去领受 并且去应用救恩 那么这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 我要和教育说的 刚才讲的 整个世界 其实我没有去过多的去描述 因为客观地说 整个世界实在是落在一个 越来越难的环境里 我们如果了解 这是因为许许多多的人 他口中带着埋怨 心中存着痛苦 以至于人和人之间不和谐所形成的 那我们人在其中 我们一定会被外在的环境所影响的 在一样的天气里 对不对 在一样的天地之间 那你能够逃吗 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就很无奈 但可以的 我们之前有和教育说过 我们上帝在我们今生今世 给我们一个智慧 和一种权利就是你可以改变你的小环境 最小的环境就是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心 然后可以改变你的家庭 可以改变你周遭的一些人 这是我非常负责任和教育说的 但是它的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要改变 所以我们说神有祝福的应许 这是要使神的百姓能够归回 那么祝福是神的旨意 这个神的旨意 以福所书第一章第四节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潜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什么 自己的义指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祂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 这恩典是祂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祂丰富的恩典 不断讲到恩典 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 和我念来 祂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祂爱子的果汝 我们在这爱子里得蒙救赎 罪过得以赦免 就是如果我们曾经患得过错 只要你什么时候改变了 这一切的过错 当然神不记念 如果我们曾经撒下了不好的种子 造成了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存在 那些存在的现象会有它的余波 但是那些余波 也就是我们曾经得罪一些人 或者我们曾经做生意失败 或者欠了一些债 这些会有一些余波 陪伴着我们在改变的过程当中 催促我们去改变 我们曾经得罪一些人 让别人和我们的关系怀着怨恨 怀着困难 现在我改变了 上帝不记念 但是别人对我们还存着疑惑 存着疑惑不要紧 你能够愿意去改变 那么他按着一般的普遍的社会上面的数值来讲 也许对方要改变对你的看法 需要十年 在基督里最多三年 我用这个比例跟你讲明白吗 因为他看到你的作为 还知道你是因着信 因着信仰 所以人们就接受你的改变 和你改变关系就相对的容易 而这些余波呢 这些过去所患的过错 所带来的后果 它其实是在提醒我们 要做有效的真实的生命的改变 这个如果我们明白了 那我们就在实践上面 就不会陷入一种困惑 或者是迷惑里边 所以在这里重点是想跟大家讲两个点 一个点是 救恩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备好了的 这一切发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发生在我们面前的一切的现象 其实都是足所许可的过程 都是足所知道的 然后我们的重点是要 让我们得着爱子的名分 进到神的恩典当中 所以在刚才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读 那么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的第十节 那这第七节和第九节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从东方西方救回我的民 我要将他们 我要领他们来 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 使他们做我的子民 那么这个耶路撒冷就是什么 就是教会 使他们做我的儿子 我要做他们的神 都凭着诚实和公义 诚实就是真理 公义就是神的义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 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 现在你们要听见 应当这样手里强壮 这是我们今天要和 听众朋友们主要分享的信息 在第十节所说的 你们要手里强壮 那么在第十节 那日已先 人得不着顾驾 牲畜也是如此 且因敌人的缘故 出入之人不得平安 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 那么这接下来 才是第十一节 对不对 所以其实在那日已先 也就是在改变之前 重新成为神的儿子 成为圣民 这个那日到那日 那日就是什么 那日就是改变的日子 但如今就是你改变之后的状态 我们所需要的重点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改变 如果那日子没有来到 那我们就停留在状况里边 他的现象是什么呢 好的来不了 你如果信耶稣了 你要靠着神的救恩 但我们的很多的想法 和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心思意念 如果没有彻底的改变 很多上帝所应许的 我们所期望的 好的现象 好的日子来不了 因为这很简单 很基本的道理 上帝是要让我们改变 活出神儿子的生命来 如果你活不出 那个基本可以 让人从你的生命里边 认出你们是属神的 是神的儿子 这样状态的话 那么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延迟 我们太多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在信仰里边 这个信仰里边走错了路 跑岔提了 就是我们关键的改变 没有改变好 想法没有改变 以至于我们用外面的行为 一直做 一直努力 结果你的好的事情来不了 所以我们要说 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 就预备好的恩典 是要让我们重新去领受 去得到神所爱的儿子 这样的命定 我们跟大家讲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你要把你是天父的儿子 这个观念非常清楚 而且明确地做成在你的里面 那么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什么 神的儿子 所以如何 不是不能够咒诅 只能够祝福 那么你就必须要活出 一种显明出来的救恩 在罗马书十六章的二十五节 二十六节请好我念 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 和所讲的耶稣基督 并照永古隐藏不原的奥秘 兼顾你们的心 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 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 借着众先知的书 指示万国的民 使他们信服真道 就是让我们对于 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有一种明确强烈的 明确强烈的 这个明确的理解 以及强烈的信赖 那么这里边讲到说 要救恩 这救恩如今显明出来 这奥秘的救恩显明出来 显明的出来是怎么显明的 你就必须要让自己改变 想法改变 让我们成为爱子 爱子的话 你要从亚当 夏娃他们躲藏 这种状态 改变成为 你要快乐地去面对神 然后你要成为 有福音的人 就成为祝福 神的心意 是要让我们改变 我们的思想 因为我们如果是一个 咒诅的人 那么我们碰到一些事情 我们就很容易发出咒诅来 那么如果我们是一个 祝福的人 是一个感恩的人 在任何一个情况底下 就碰到任何一件事情 都会发出感恩的心灵来 这个咒诅和祝福 是明显的两条路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现象 从前有一个牧师 他做一个比喻 说你如果是甜的橘子 怎么压都压出甜的来 如果你是苦的 酸的柠檬 怎么压都压出 酸的成分出来 对不对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里边是怎么样的想 才是重点 这个世界会充满了怨恨 充满了痛苦 或者是心中存着很大的感恩 这就影响到我们心中 我们所经营的 或者所面对的环境和现象 好比说现在这个南部水灾 那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 他对于别人去探访 或者救助 他会发出一种很快乐的感谢 但有一些人 他对于无论是政府去帮助也好 或者别人的帮助也好 他特别是对政府 他找到一个借口 他就去埋怨 其实埋怨这两个字 中文是用得非常好 当你在埋怨的时候 你就埋下了什么 怨恨 你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埋怨 那你就生了 又得不到疏解 那你就会变成咒诅 变成一个咒诅的人 如果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 所有的事情 我们知道一切会发生的事情 没有一样不是出于神的 然后我们就会 对于所面对的痛苦 所面对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试炼 这是神给我们的功课 是为了要让我们成长 而别人 无论是从任何一个方向来 任何一个方式来 我们都知道 这是要去领受他的善意 也要理解他的困难 这两天在中国那边 有人传了一个短短的视频给我 那那个视频是 就是讲的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教会 可能是一个外地的传道人 这个教会是家庭教会 那外地的传道人在那讲到 就当地应该是公安还是宗教局的人 就去责备他说 你不遵守政府的规定 那么然后呢 旁边的人就唱起诗歌来 唱起小敏的诗歌 让这个公安局的人 还是不知道是公安局 还是宗教局的人 就走开了 那大家觉得说 这是一种胜利 很多人得到安慰 那有人传给我这个 他问我说 牧师你是什么 你的是什么 你的意见是什么 我跟他讲说 其实政府去做一些规定 所有的规定 他都是在他的范围里边 比方说 很多的宗教 明明有邪教进到里边去 有很多宗教行为 是非常的脱轨 所以他们必须要定下规定 才好管理 如果我们知道当家的人有难处 那么我们就会知道说 其实他定一些规定是不得已的 我们能够体谅 那么当然底下执行的人 有些时候 因为他自己执行的不妥当 他因着他的知识和他的观念 所以他做的时候 有些做得过火 或者有一些人坏人 他自己就是存心贪力 那么去做一些 做一些超过法律所许可的 或者是为了图失利 而去做了压迫的行为 那我们碰到那种事情也会无奈 但是我们如果去理解 其实政府 它定规定是不得已的 当家的都辛苦 那我们知道 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掌权之中 如果不是上帝许可的 它都不会发生 我们就能够 在一种体谅的状态底下 那对于一切 这个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情 能够安然的去等候上帝的作为 而且能够发出祝福 如果碰到好的 我们就会珍惜 就会感恩 那你就是一个感恩的人 这样明白吗 相同的一件事情 我们觉得它是错的 它是不好的 这是分别善恶树的根所来的 出于生命树的东西 我们知道我们信神 所以我们知道 若是上帝不许可 什么也不会发生 我们对一切的事情 都存着感恩 存着祝福的心 那我们里边就是这样 充满这样的情愫 到底你里边是埋怨 埋着很多的怨恨苦毒 比较快乐呢 还是存着信心 和感恩的心比较舒服 这么说明白吧 那什么会使你健康 什么会使我们的人际关系好 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存在 我们对未来是 没有把握没有盼望的 那么有些人 他为了使自己生存下来 所以他努力的抗争 我们看他活得很辛苦 但是他也情有可原 如果我们是真信神的 你知道上帝掌权 你知道你有永恒 那你就不需要为了今生的任何一件事情 自己花力气 去造成冲突 然后当你里边没有怨气的时候 你才能够对每一件事情都 都发出祝福来 你才能够显明 用你的生命在显明神的救恩 我说到这里大家明白吗 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所以在这一章的开头 撒加利亚书八章的第一节 到第六节 万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 说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 我为他火热 向他的仇敌发烈怒 耶和华如此说 我现在回到西安 要住在耶路撒冷中 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诚 万君之耶和华的山 必称为圣山 这诚实和分别为圣 第四节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 坐在耶路撒冷的街上 耶路撒冷的街上 现在你可以很理解 我们在城上城的社区里边 有很年老的人在这里 因为年纪老迈 就手里拿着轨杖 城中的街上 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 万君之耶和华说 到那日 这事在圣余的民眼中看为稀奇 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我没有时间细细地讲 因为我知道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那么我们现在圣余这些人 我们是不是真真实实地去领受神的祝福 你对于外在的环境 是不是能够没有恐惧 而带着感恩 你能不能完全不埋怨 当然更不要去咒诅 而能够成为一个 愿意释放祝福的人 里边就是充满祝福的人 我说到这里明白吗 如果你能 那么你就成为神的儿子 你就能够产生一种能量 叫做什么 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这是一种神所应许的全能 这个说有就有 当然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 到第十五节 告诉我们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使徒约翰说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你现在如果知道有永生 是因为你按着神的旨意去活 然后知道自己有永生 底下的一个产生连结出来的果效是什么 十四节十五节 请大家和我念一下 我们若照祂的旨意求什么 祂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祂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既知道祂听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我们所求于祂的 无不得着 我努力地想要和兄弟妹来 传递这个族的应许 如果你是神的儿女 那么你是话语要有权柄的 你会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因为这是神的生命 诗篇三十三篇第八节第九节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 愿世上的民都拘罚祂 因为祂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祂说的 那么一切就是按着祂的思想在成就 但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说 上帝创造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 按着祂的样式 耶稣告诉我们说 祂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 并且做得更大 为什么做得更大 因为耶稣基督传递信息的时候 才开始在建造一些人 我们到了这个末后的时代 我们这些人理应被建造得 越来越和神的心意 什么是和神心意的人呢 你要真真实实地掌握到 耶稣基督的救恩 在今天就跟你讲一句话 就是你要成为祝福的人 创世纪第一章的 第十二章的第一节 当上帝呼召亚伯兰的时候 他说要使他成为大国 第三节说 我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那么在明书记二十二章的第六节 这里是有人在看巴兰 那么他讲一句话说 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 谁就得福 你咒诅谁 谁就受咒诅 这些人 他一个人他里边有祝福 有咒诅的话 那么那些人是找巴兰去咒诅的 我们不是这样 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恢复神儿子的荣耀 要掌握祝福的权柄 祝福的权柄是怎样的权柄 像雅各他到了年老的时候 他就发出祝福 像以撒为他的 雅各为这个法老王祝福 以撒为他两个儿子的祝福 其实我们可以咒诅 也可以祝福 但是你咒诅人 你里边就先充满了咒诅 你如果祝福人 你里边才能够形成祝福 这么说清楚吗 所以在第十三节这里 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一段 犹大家和以色列家 你们从前在列国中 怎样成为可咒诅的 可咒诅的 我想也许你应该这样理解 因为我们本为可怒之子 我们本来都有被怒的形象 我们做一些事情就让人 觉得你这个人 就不骂你两句 好像对不起你 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得罪人 或者是自己伤害的人 有人喜欢我们 有人对我们是有埋怨的 当我们里边存着让人咒诅的 让人咒骂的条件的时候 那挨骂也就理所当然的 但你要改变 你要改变 让人称你为有福的 因为你要使人得福的 那不要惧怕 手要强壮 该做的事情要去做 所以我们对应到第十六节 十六节十七节 撒加列尔书八章十六节十七节 这讲一些你要成为祝福的人的 必须实践的方法 十六节十七节请汉文念 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 个人和与灵舍说话诚实 在按治理判断 使人和睦 谁也不可心理谋害灵舍 也不可喜爱其假事 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 这是耶和华说的 那么在这一节经文 我想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当行的这些事 有几个要点呢 第一点 你要是在耶和华家中的 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耶路撒冷 成为犹大 你是有平安 而且愿意什么呢 愿意去赞美的 这样的人才有行作的立场 然后汉灵舍说话诚实 你靠近的人 你要努力地去讲真话 因为一个人 如果没有要求自己 常常讲真话 不是从心里边出来的话 自己渐渐地 讲一些话 习惯于去讨好人 或者讲一些话 习惯于去保护自己 去用一些诡诈的言语 来掩饰的时候 那不知不觉 我们会觉得这样行 是很方便 是很自由的 那渐渐它会失去了 真实的可能性 所以其实我们进到永恒里边去 如果说你进到阴间 进到永恒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口里说什么没用 人家都看见你的心 那那个时候很多很多事情 这个假面具都会 就会泄脱下来 人是很容易自欺的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应该努力地去学习 成为一个真实的人 这样明白吗 那从说话真实开始 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 其实治理这两个字原文是 治就是诚实 那理是典章 就按着真理的典章去做判断 然后第三点是什么 使人和睦 那么谁都不可 这里讲到有不可 不可 两件不可 不可心理谋害临射 这句话的翻译 有点不是那么清楚 其实谋害就是算 谋害也是两个字 就是算 谋射 临射是凶恶的 这样说明白吗 不是你自己心里面想要就害他 而是当你把你的邻射当成坏的 把它算为坏的 那么你和邻射就处理不好 邻射包括你的家人 包括你身边的人 所以他好他坏 有些时候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是 他自己没有办法自己去控制的 他有他的背景和他的形成元素 从小受的教育 以至于他就没有学会 诗文的温柔的讲话 那你去跟他计较说 你讲话为什么那么大声 为什么那么粗鲁 没有用的 明白吗 那从小他就习惯于 在很大的压迫底下 他不敢跟你讲真话 你说你为什么骗人 你这样责备他也没有意义 每一个人他有他的成长的过程 和他的背景 我们不要一一地叙述他的原因 其实你把他当成好人 他渐渐地就会在你面前 显出他的好来 你把他当成坏人 他就会越来越坏 这么说明白吗 所以不要心里把邻射算为 坏的 也不要喜欢他讲一些 血言不由衷的话 那么这是使我们能够怎样呢 祝福人的原因 因为我们祝福 我们是希望他好 希望他能够争取 所以我们要讲这个变化的实践 你要成为祝福 我讲成为祝福 还是再强调一次 就是不是让我们去得到祝福 而是让我们能够去祝福人 或者应该进一步地讲 我的存在就是一个祝福 这么说 懂我意思吗 我到什么地方去 我都要成为使别人快乐 使别人幸福的人 或者我的存在对他就没有价值 所以这使人得福 也就是自己蒙福 就是改变小环境 它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原理 那么这是需要变化的 你经过了变化 使自己成为一个祝福 你就会有祝福的人生 这道理应该不需要多讲 所以有些上帝的诫命 是你需要牢牢的守住 这里讲到说 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 不要笑话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我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里你今天注意到 这个关键词叫做变化 我们每天都在变化 其实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现状 我们不太 不应该去满意的 如果我们对于 外在的一些环境 我们感受到的是 自己压力 感受到的是一些痛苦 感受到的是一些 不和谐的东西 那我们状况不好 明白吗 想不想让自己变得更好 如果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人 那你随便活吧 好像随波逐流 那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艰难 只会越来越多的人 是变成怒怒足 变成晚上 变成坐监饭科的人 而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会吸引什么样的能量来 会吸引什么样的人来 所以我们愿意改变 这是一个你能不能好的起步点 关键点 你要不要改变 所以请我们弟兄姊妹 你要对自己负责一点 你要跟我讲 我要改变 我要改变 你一定要改变自己 让自己成为祝福 明白吗 那你要成为祝福的话 这里这句话 十四节就说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这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你面对一切的事情 比方说像我们看到南部的水灾 那有些人在开始抱怨的时候 在埋怨抱怨 你就抱着怨 你就埋着怨 那你将来就越来越苦 你明白我意思吗 不会越来越幸福 我们在过去的习惯里面 常常不经意之间 让自己以为自己有抱怨的权利 好 同意你有权利 但是结果是什么呢 懂我意思吗 所以一定要持守神的 神给我们的诫命 让我们更新变化 因为当你变了一点 你的环境就变一点 当你变得多 有多么愿意去祝福 你就会多么有福 所以彼得前书三章八节 总而言之 你们都要同心 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 纯慈怜谦卑的心 不宜恶报恶 以怨怨怨怨怨怨 道要祝福 因为你们是为此蒙福的 好叫你们怎样 承受福分 我讲什么叫做联动 就是当你去祝福人的时候 你就活在祝福中 当你在去咒诅人的时候 你就活在咒诅里 这样同意吗 当你在埋怨人的时候 你就在埋一些苦毒 埋一些怨恨在你里面 当你去感恩的时候 你里面就在埋众 就积蓄一些恩典 积蓄一些喜乐 积蓄一些祝福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但我们常常太强烈地去强调 去争取自己埋怨的 抱怨的权利 懂我意思吗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现象 所以不可咒诅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咒诅就咒诅到自己 那我们如何使自己 变成一个有福的人呢 你没有工作 你就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要成为新约的执事 格林多后书三章六节 它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 不是凭着自据 乃是凭着精益 因为那自据是叫人死 精益是叫人活 这个自据是有些时候 我们拿着圣经的一些话 然后呢我们拿圣经的话 去定罪别人去论断自己 就把自己搞死了 精益就是灵 神的灵很简单 神的灵神就是爱 神就是灵 神愿意让我们爱自己 愿意让我们爱别人 愿意让我们活得很灵活 活得很快乐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我们不拘泥于 任何一种自趣 我们所要的是一种 是建立一种非常好的关系 我们的工作 新约执事的工作 就是要使人蒙恩 那么使得 好比说我们在这个社区吧 我最近在看 当大家在普度的时候 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 那我们觉得说 这也无可奈何 因为他们长久以来 他们就没有这样做 就心里边不平安 那你去指责他 那当你开始指责的时候 你里边就有怨气了 你就有对立了 我们理解 但我们能不能改变他们 让他们用更好的方法呢 因为那种去普度 去拜鬼那件事情 明明就是跟鬼打交道 基隆特别有一个说法 就是大伯公那里 就是鬼的出口 那七月就鬼到处出来 我们跟鬼都可以和平相处的 但是台湾人讲这个 高官警高鬼死高老门吃了米 听懂吗 跟官打交道 你就越来越穷 跟鬼打交道 你就会死 那跟流氓打交道 那你会 结果会怎样 自己就知道 就浪费金钱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彼此 因为它是存在 一切的存在 我们都敬重 如果鬼找到我的话 那我也会跟他好好相处 这没有什么 因为他变成这样 我如果不能救他 不能帮他 我就没有权利去说他什么 但我们能不能改变我们的社区 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都充满了神的爱 充满了神的恩典 让每一个人都成为 更有能力的人 我相信这是上帝 给我们的应许 我现在年纪老了 那我觉得说 不太有精神 和你们一起 一起奋斗 但是我们 我觉得说 我们应该做 你要让自己 成为一个祝福的人 成为一个祝福 祝福自己的生命 祝福自己的家庭 祝福自己的社区 祝福外在一切的人 我最近这两天正在看一本书 那本书也是很有启示的 其实他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对于外在的一切 面对每一个存在 每一个人 我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显出你的存在 关键在于建立关系 跟万有都要建立好的关系 跟万有跟一切 因为神住在一切的里面 所以什么都不要把它当作一个东西 而且要把它当作你 这是其他的信息 我就不讲了 什么就把它当作你呢 讲一个例子 我拿到这个手帕的时候 你真好 你能够帮助我 你能够让我觉得很舒服 就像小孩子 就是把它什么都当你的 懂我意思吗 我回展到小孩的样式 那当我面对你的时候 不是这个我和你 相对于另外一个主 主持叫做我和他 他就把它当作跟我没有关系的 要去建立好的关系 那这是神的灵 以后我会更多的 和听众们来讲 那么总之呢 其实我们要知道 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 和我念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声斗 连摇带岸 上奸下流的 倒在你们怀中 因为你们用什么良器 量给人 也不用什么良器 量给你们 所以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要怎么做 你要用什么给人 我今天跟你强调的就是 用什么呢 用祝福给人 不仅仅是给人 也给自己 像我这两天就在做这样的练习 我对我说 你真好 意思明白吗 我对我说 你会越来越好 你会越来越健康 对我而言 我是一个意识 那我面对的我 就是另外一个你 我讲这个 你们听得懂吗 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要去跟他建立关系的 包括你的身体 包括你的法夫 包括你的一切 都可以跟他建立祝福的关系 你要成为一个祝福的 祝福的生命 成为一个祝福的 有祝福权柄 有祝福能力的人 那你必须要常常愿意给 只有在给的状况底下 你才会越来越成长 给人祝福 你就能够成为祝福 所以在这里 以福所述 我们刚刚念到第七节 第八节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 充充足足地赏给你们的 都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这原是那随即行作万事的 照他旨意所预定的 我要说的是 其实万有 在上帝的计划里边将来都归于一 你去咒诅到什么 其实你都在咒诅自己 你去祝福什么 都在祝福你自己 这样说清楚吗 所以时间没有了 其实这两段的经文 以赛亚书六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 上帝给我们兴起花光 很大的祝福 然后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的十八节 到二十三节 这里的结论 这里的结论是什么呢 这里这城 要成为欢喜的城 将来必有列国的民人 和多层的人来到这里 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喜爱诚实和快乐 喜爱诚实和平安 我讲的有点快 我跟大家要说 在第十八节说 必变成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 和欢乐的节庆 这个欢喜快乐的日子 其实就是好 喜乐真实 所以你要有爱 有真理 有平安 那个时候会有许许多的人 愿意回到这里来 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翻转自己 才能够翻转环境 才能够改变别人 我们让自己成为祝福 让自己成为一个 在任何地方对自己 对别人都能够造成强烈的 该怎么讲呢 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恩典的释放缘 所以我们给人 我们对人怎样 彼此之间有一种祝福的关系 和祝福的问候 当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 你说我奉族的名给你祝福 也许他一时没有反应 如果他还没有反应 那是他的状况 当我们渐渐成为一个祝福的人的时候 我们里边的环境 很多状况都在改变着 所以我想今天 想和大家说的 大家应该很清楚 我希望我们对自己 有一种很明确的 自我期许和要求 让我变成一个充满祝福的人 你跟我讲来 让我变成一个充满祝福的人 当每一次你有什么埋怨 有什么不满意的时候 求主给你智慧 立刻把那个念头改变一下 在恶的 愤怒的 不满的出现的时候 立刻提醒自己说 我要把咒诅改变成为祝福 把不满改变成为感恩 这样可以吗 还是跟我讲一下吧 我要把咒诅改变成为祝福 我要把不满改变成为感恩 我要把不满改变成为感恩 我们可以 因为外在的诠释 世界是充满了怒气的 充满了咒诅的 但我们不要担心 因为我们里面就是一个发光体 就是一个能源 就是一个发电机 只有我们在 我们就是从里面释放出能量 释放出祝福来 当你释放出祝福来的时候 也许我们水源太小 我们流不到太远的地方去 热还不够 我们花光只能够 花光到一个小部分 但至少你不会被黑暗吞吃 懂我意思吗 当你在开始祝福的时候 至少你不会被咒诅影响 说到这里明白吗 当你渐渐渐渐大了 那么你就渐渐能够成为 去影响到别人 好比说有一些孩子 他的家庭环境 他的背景实在很辛苦 因为他们的家人 都很喜欢彼此埋怨 都很喜欢彼此之间 去吐槽去攻击 那他在其中的时候 常常被那些话弄得很辛苦 在那种状况底下 先从里面花出祝福来 那么当你有那样的思想的时候 当别人在讲东讲西的时候 你说一句话 我祝福你 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试试看 一定能够看到他不断的改变 至少你不会被他侵蚀 所以跟我练习一下好不好 我奉主耶稣的名祝福你 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那讲得太长的话 那讲得太长的话 你就我祝福你 你开始去形成一个祝福 你就会进入全然祝福的人生 最后这个结论和我念一下 破除一切咒主的权势 进入全然祝福的人生 不是一下子就可以 你要一步一步的 渐渐的改变自己 你要衡量一下 我自己到底还有多少咒主在 多少埋怨在 埋怨是什么意思 埋下怨恨 埋下灾祸 好不好 让我们成为祝福的人 我们低头祷告